漫长的常规赛即将结束 台信梦想家和高雄钢铁人 即将争夺最后一个季后赛的门票 林书豪和他的队友能否实现赛季大逆转呢 就看最后这三场比赛 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中 互为竞争对手的钢铁人 和梦想家都取得了胜利 季后赛最后一张门票的竞争更加白热化 我们用最简单的表述来说明一下双方目前的态势 梦想家常规赛只剩最后一场 那就是14日客场面对苦主钢铁人 而因为赛程的关系 钢铁人接下来还有两场比赛 分别是13日对阵领航员 如果这场输球就直接出局 只能下赛季重新再来过 不过领航员已经确定晋级 同时实力也有限 估计钢铁人应该会过这一关 所以大概率 这次的季后赛资格中博战会变成 双方在整个常规赛的最后一场 来个面对面的直球对决 最后一场钢铁人要赢球 才能追上梦想家的胜差 同时又因为之前 双方互相交手时的得失分差距 所以钢铁人不但要赢 而且要赢6分以上 才会确定晋级 所以如果钢铁人卖过领航员这一关 那5月14日下午的高雄会紧张到发狂吧 球迷们又是如何看待万一林书豪的球队 无法晋级季后赛的呢 如果林书豪被淘汰的话 可能会影响 因为我自己平常是支持工程师 所以工程师应该也被淘汰了 我个人是觉得不会影响啦 因为毕竟季后赛这种高长度的比赛 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就算无论林书豪被淘汰 其实本来台湾直篮也是很精彩的 其实是很值得技术支持下去 对啊 会有一点影响啦 可是还是冠军赛还是会看 还是会继续看 我应该也是 会看谁会拿冠军 就是其实每一队都有支持 看久了其实每一队都还蛮喜欢的 都蛮刺激的 对 所以不会为林书豪一个人 就影响到想要看的就是决定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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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